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沈啊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是遥控木马人啊 咱们今天对这个车来一个小测试啊 首先呢 咱们先看一下它的电池安装的位置啊 这个这个前代是一个磁吸式的 可以打开 打开电池在这里 这里是电磁唱 这里可以拔 拔开 然后把电池放进去以后 这里是插头插上就可以 这里可以开关 把电条开关 打开就可以了 这个也可以松手的 设计的话 比之前老款的话 改进了不少 改进了已经 看一下它的底盘啊 金属的拉杆 金属的传动竹 包括这里面的金属 金属的齿纹 液压的避震啊 它主要现在带的功能是前后都带叉速锁的 全部都是带锁的 咱们可以看一下它锁纸的状态啊 遥控器打开啊 看到吗 现在是 现在是没锁的状态啊 看到吗 没有锁的状态 纹子被拉动啊 咱们再看一下它的 锁纸的状态啊 看到吗 这个时候你手就就已经抓不住了 这个时候你已经抓不住了 这个就就已经是锁纸的状态啊 锁纸的状态是这样子 然后还带高低速 这个是一个高速 然后点压切换 这是个低速 高低速的功能 然后呢 还有个灯光 咱们看一下灯光啊 灯光开关 开一下啊 波动一下 它现在是闪 爆闪啊 然后再波动一下 它就是长亮 长亮跟爆闪 这两个灯光选择 包括它的转向灯 转向灯 转向灯 这里有转向灯啊 坐机的话 转转坐机的话还是还可以啊 后面还有一个备胎 上面一个行李架 整个减震的话也还是可以啊 咱们轮胎 目前的话 这款车 咱们现在自己加了一个配重啊 就是这个轮边加了一个配重 然后车子跑起来 稳定性更好一点啊 这是它的遥控器啊 如果下期 你们想看什么车的话 可以在 评论下方评论 里面 感谢观看